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冰雨在金银柴林家有女花自开明镜 乔高抬天然去吊声红唇的分担 醉诗连开芙蓉果亭亭如花来 玲珑心情都开 红袖天香春一怀 玲珑心情都开 红袖天香春一怀 闻君生生满 寒假如宫去 似弄初歌来 醉诗耀念清贵 珠珊何在梦幻 。。。。。 毕日在金银柴林家有女花自开明镜 天然去吊飾 红春的奋斗 醉是脸看芙蓉 破天蹄如花来 玲珑心情都开 红袖天香春意怀 玲珑心情都开 红袖天香春意怀 玲珑心情怀 玲珑心情都开 红袖天香春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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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君 朕现在就可以让你 永远留在朕的身边 那怎么行呢 陛下 小女已经决定 嫁与护寒爷大蝉鱼了 怎么还能留在陛下身边呢 朕可以派人替昭君远驾 那忽寒爷不是还没有见过昭君吗 陛下 什么事 臣妾记得 陛下刚刚说过 无信义便不可服众 那又如何 朕对那忽寒爷好处万千 为什么这忽寒爷非要强夺朕所爱呢 皇后 现在是朕臣服于他忽寒爷 还是匈奴臣服于我大汉 陛下 臣妾以为忽寒爷并未夺人所爱 朝廷把昭君名字报去时 皇上还没有见过昭君呢 还不是因为有人从中弄鬼所致 是 陛下 臣妾已查清了 确实是毛颜兽探赃枉法 收受贿赂不成所为之 好你个毛颜兽 这么好端端的小女子 她的大好前程就被你给断送了 陛下 娘娘 请息怒 小女 小女是否远嫁 完全是自己的一员 跟他人没有关系 也对 你是应该说出自己的想法 把一些与你无关的事情都抛开 说出自己的想法 皇后 昭君既然说是自怨 咱们得听听她自己的想法 她要是真不愿意去 谁也不能勉强她去 是吧 昭君 你说呢 小女只是怕有些话说出来 会让陛下生气 不用担心 天大的事由朕担着 小女知道陛下对小女很好 小女也知道陛下是个好人 朕今后会对你更好 但是有些话小女还是担心 会让陛下生气 别担心 朕说话是算数的 可是陛下刚说不生气 就又再生气了 那是对别人生气 又不是对你 对昭君 朕不会生气的 娘娘 您都听见了 陛下说陛下不会再生气了 就是再生气也不会责罚小女家人 娘娘您都听见了 那又怎样 陛下是贤德之君 怎么会随便杀人呢 那小女赵直说了 快说吧 天大的事由朕顶着呢 臣妾今日可是第一次领教陛下的果敢 快说吧 朕想听听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其实 其实我并不是不想嫁给陛下 为何 要不然我干吗跑那么远来长安城呢 就是 我说嫁给护寒爷蝉瑜 也并不见得就那么喜欢他 你见都没见过他 谈什么喜欢不喜欢 我只是觉得女大总要嫁啊 不如嫁给一个自己觉得不错的人就行 是 任谁都会把昭君当成掌上名 明珠的 陛下 请陛下不要生气 我还是觉得 无论如何都很难嫁给陛下 为什么 难道说 你认谁都能嫁就是不能嫁给朕吗 陛下不是让我实话实说吗 究竟朕有何不及他人之处啊 并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因为朕太老了 护寒爷蝉瑜与您的年纪相仿啊 那是因为 赵君认为朕嫔妃众多 怕有一天会冷落了你 我 护寒爷蝉瑜也有很多胭脂啊 那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小女并不喜欢这里 我想到宫外去住 陛下 您想想看 您怎么可能因为小女一个人 而不顾朝政 与小女到宫外去度日呢 这么说 难道这方圆数十里的汉宫 在你的眼里只不过是一堆粪桶 鸟笼就算是纯金的 鸟儿也不会喜欢 那朕愿意照你的意愿 去盖一座有山有水的行宫 那不过是大一点的鸟笼罢了 您想想 就算是再大的宫殿 能把整个天和地都包进来吗 其实啊 赵君喜欢的根本不用去见 只要打开宫门 放我出去便是了 试问 陛下怎么可能跟小女出去度日呢 怎么办呢 这样吧 由朕做主 在朝中给你找一位青年才俊 这样 才不枉失我大汉角色 陛下 小女生在山野之中 性情与国中礼教多有不和 怕是很难与朝中才俊相配 反倒是那匈奴之地 可以活得自由自在些 那也好办 朕以公主之礼 送你回家 让你在同理同俗之地 自己择一位如意郎君吧 陛下 小女并不是因为几多周折 多有厌倦 只是小女觉得 婚姻之事自有天意 小女在家乡 十几年仍未嫁 进宫多年也未能见到陛下 正是这个时候 胡韩爷大禅瑜 向陛下求亲 小女自请远嫁匈奴之日起 便觉得 胡韩爷大禅瑜 她是月下老所浅呢 后来 我又听到 多龙齐夫子说 说到匈奴 我觉得正合心意 如此说来 我不嫁胡韩爷又能嫁谁呢 昭君有所不知 当初胡韩爷向我大汉请婚 这人选乃是朕所亲典的 既然是陛下亲典 那就更是天意了 陛下 送出去的东西怎么能要回来呢 而且 小女以为 陛下并不用因为小女远嫁 而封小女家人 小女并没有为大汉立功 只是通常地嫁出去罢了 恳求陛下只要不因此责怪小女的家人 不让小女远嫁异地而心生忧孽 小女别心满意足了 小女定会常常为陛下祈福的 陛下 小女真的是把你当成家人才这样说的 陛下若要因此而责备小女 那便又是我自以为是了 朕真是 哀怨恨 喊悔 无奈啊 不是你昭君 是朕哪 昭君啊 你的心意朕已明白 日后 朕会亲自去看你的 陛下娘娘保重 小女先告退了 下娘女 妈 这招下娘娘 flor 不知道 那便叫梦 欸 好 毛炎射 陛下息怒 毛颜兽丑化昭君 有欺君之罪 朕妾已吩咐将他斩了 皇后 你怎可替朕下令 欺君小人留他何用 可那毛颜兽 乃我大汉第一化石 朕原本还想让他 再替朕画幅画呢 再画不也晚了吗 晚了 朕原本还想让他 再替昭君做一幅画 永留纪念 皇后 你给我记住 从今以后 但凡宫内有关人命之事 由朕依然定夺 朕可恨哪 陛下息怒啊 爱妃们 你们不是老闲着牌演的时候 没词没曲的干牌 演不好吗 朕现在给你们词 我恨哪 我恨哪 吴群晓 终把我害 谈多少有情人 却难相随 原本是连理之偏遭雷火 本该时艺蚁鸟鸟鸟鱼打纷飞 若大汉独难戎 夫妻你�uger 冕化座 Muslims 充天火 天地成灰 小奴儿与郎君就此作别 此一去父皇权 有路难归 贤郎君从今后多多保重 今方那 念带笑 眉低垂 腰儿软 生儿媚 未开口先有泪 酒未尽人先醉 浊彩衣 戴玉佩 人亦满嘴又是无非 大红大紫 大富大贵的桃花面贼 太好了 好像真是一元朱啊 再怎么说 朕的母后还是已经过去了 朕今后不再排这些无聊的东西 再不弄这脑人的戏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陛下 陛下 还非 这下该满意了吧 陛下 臣妾爱看陛下派言 朕不再喜欢了 下去吧 是 是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快 把他送出去 别传染别人 是 不要 不要 我求求你们了 不要 救命啊 不要 你帮我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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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我愿意 我愿意 快走 我愿意 快走 我就愿意 你快走 别别别 别过来 我会传染你的 别过来 别过来 来 起来喝药 我喝了也没用 真是生不如死 活着没意思 那是你自己觉着 你好多了 至少能跟我说话来 说话能管什么用啊 我 我想去 我想去我这后半辈子 最后在这儿活 我这心就凉了 昨夜我做了个蹦 我蹦践 蹦践我让狼给吃了 要我说 你真不像个男人 我怎么了 男人就不该像你这样哭 我该 该怎么哭啊 男人应该嚎啕大哭嘛 反正这周围也没人 你就嚎啕哭 哭出来就痛快了嘛 哭 这就贵了 这就贵了 舒服了 舒服了 来 喝药 你听我的啊 天天喝一碗药 这病啊肯定能好 你呢 就照我说的 天天喝药 天天喝羊奶 你这个病啊 用不了多少日子就能好 前一阵子 有一个汉匠 他呀 也是受了伤 趴到我这儿来 我也是每天的羊奶 草药 没几天就好了 来 汉匠 汉匠叫什么名字 汉匠叫王顿 离这儿不远 就在边关 你 你说什么 咋了 快 快点 我去见他 你病成这个样子 还去见他 等你好了 等你好了 躺下 等你好了 我再带你去见他 你不迟啊 听话 躺下 我听你的 病没好怎么出来了 没事 你还会种菜呀 这是王顿教的 人家 人家给了我菜籽 给了我两种 还教我炒了一手汉菜 今天啊 我给你炒一锅让你尝尝 不不不 炒一锅不好吃啊 炒一盘就可以了 咱们家没盘子 只有锅 是这样 你啊 好吃 给块骨头就知足了 要我说人哪 得想搞学 得学会知足啊 这整天就在这 荒郊野地里头生活 有意思啊 有意思 唯一遗憾的啊 就是老母亲死了之后啊 身边没了亲人哪 那天你跟我说 那天你跟我说 你的父亲是汉人 母亲是匈奴人 那告诉我 你的父亲到底是谁啊 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 你只要告诉我 他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跟一个匈奴女人 而且生了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没关系 可以告诉你 听说过苏武牧羊吧 我就是苏武的儿子 你是苏武之后啊 久仰 久仰 行行行 坐下坐下 苏武是我父亲 我是谁 荒郊野岭一个牧羊人 现在你该知道 我这根棍子的重要性了 这根棍子 就是你父亲当年使过的 使劫劫棍哪 要说我父亲 真是不辱使命呢 是真正的汉子 当然了 就在这荒郊野岭 沐阳 过了大半辈子 白天呢 抱着这根使劫棍放羊 晚上抱着他呀睡觉 就这么熬啊熬啊 从来没叫过去 一只熬到了 汉昭帝派来的使劫发现他 才把他召回去 才把他召回去 来 拎走的时候 就把这根棍子留给了我 让我好好地 赡养母亲 保护母亲 另外呢 他也是极力地反对 汉人和匈奴人打仗 可匈奴人自己啊 也打了 所以我父亲临走的时候 就跟我说 不管是谁 到了这儿受苦受难 我一定得帮他 我明白了 令尊 真是我张子仙的楷模呀 你现在能不能 就带我到边关去 见见王顿 那可不行 变观变化不定 我看还是这样吧 你写成一封信 我先给你送去 探个虚实吧 你毕竟是逃出来的犯人 小心点好 可我现在在他们的眼里啊 是个死人哪 那也不行 好像有人来了 你先躲一躲 好像是汉人哪 是 依我看凶多吉少 你呀 赶紧骑着马往南跑 走 我不能牵累你呀 赶紧走 快 快 上马 赶紧跑啊 往南跑 快 快 赶紧走 下 驾 驾 驾 赵剑桃 赵剑桃 还真是你 你可真是福大命大 我听人说 在附近发现你了 我还不相信 我拿下 不必了 我自己跟你们回去 瞒着 马是那儿来的 剪的 剪的 我看是偷的吧 都我查实清楚了 给你罪加一等 带走 是 你是说 皇上已经同意远家公主 遇护汉爷和亲了 亲这晚去 传我命令 今晚全军上下 痛饮一番 是 将军总是在看这支剑阵 堵私人罢 是啊 是 我王顿 面向南方 遥望长安城 举杯向天 祝福 天下所有的好姑娘 来 干 干 干 将军今天心情很好 末将取酒去 报 大禅于 胡汉爷之子 雕头莫高求见 有请 请 请 王将军 大王子 请坐 请 请 王将军 你们这是 今天听说 汉兄即将和亲 皇上要亲驾公主 皇上要亲驾公主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很是欢欣鼓舞啊 特意痛饮几杯 以示庆祝 好啊 如此说来 我雕头莫高 更应该和你们一起庆祝了 大王子所言极是 汉兄和亲 不只是我们大汉的喜事 也是你们匈奴的喜事嘛 来 大王子 我敬你一杯 来 干 听说此次要远嫁的公主 乃是众公主中最出众的一位 貌若天仙哪 王子此次去长安 是否见到了那位公主啊 我当然见过 不知可否真的像传说中那样 貌若天仙 我告诉你们 这位姑娘 胜死天仙 她既美丽又动人 天真无邪 大大的眼睛 白白的皮肤 看着你的时候啊 像会看到你的心坎里 就像那灿烂阳光一般啊 还有啊 她可是我见过的 大汉最漂亮的女孩了 王子 我觉得你刚才言重 什么天下第一美人 我告诉你 我认识的那个姑娘 才配得上这天下第一美人的称号 来 来 来 快点 开 来 把门打开 前一不知 本来 王 Bitcoin 睡吧 宝贝 让 mane 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陛下 谈下去 谈下去 接着谈 接着谈 这哪行啊 陛下 接着谈 陛下 您来了也没有人通报一声啊 别站着啊 来 这儿什么也没有啊 连个坐的地儿也没有 这呀 这是我自己弄成这样的 听说到了匈奴那边呢 没有椅子也没有床 人人都想坐就坐 想睡就睡 像这样 陛下您也来啊 来啊 来 陛下坐啊 来啊 怎么样 陛下 还行 陛下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你说呀 我能不能也管您叫父皇啊 其他公主都这么叫 我也想这么叫 那朕不得把你叫女儿了吗 是啊 父皇 赵君 父皇 应该叫我女儿 其实昨天我回来以后啊 我特别害怕父皇生气 可是今天看到您 还是满面笑容的 女儿真是打心眼里替父皇高兴 您真的没有生我气啊 朕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永远不会 昭君刚才弹的曲子真好听 是什么曲子 是不是听起来 和中原乐曲不太一样 的确 听起来 的确有金楚之乐风 可又未入金楚之道 该不会是 昭君即兴之作吧 父皇您真是好耳力 真的是小女下编的 可又编得实在好听啊 平和之中 多有私存 发自内心而止于淡雅 仅就情记而言 女儿却是我大汗一宝啊 有如毛颜兽之画 可惜啊 父皇 您真的觉得女儿 谈得不错吗 昭君 能否为朕再谈一曲 父皇 您这么一说 女儿都不好意思了 好 难得见昭君如此害羞 好 既然如此 朕 谈一首给昭君听听如何 父皇 您也会谈这针吗 嗯 父皇会谈 那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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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赵君 你怎么哭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父皇 您谈得真是太好了 女儿这算什么呢 我敢说您才是大汉之宝 有如画公之毛颜兽 朕只有在昭君面前才会如此 父皇 您谈的这是哪支曲子 这是朕 昨夜编的 真的吗 父皇 您谈得真是太好了 朕昨夜 彻夜无眠 在辗转反侧之时 不断地想起昭君所作的龙中鸟那却词 更觉早先并未读出其中之深意 那不过是女儿之前瞎写出来的罢了 哪有什么真正的含义 此以言至 女儿志趣高洁 即使胡写 其志亦在其中啊 这样说来的话 我倒想听父皇讲讲 这歌中含义到底是什么 朕出独之时 只是把它当作一般的哀怨之词来看的 朕虽也赞其清纯优美 但并无声响 见过昭君之后才知道 世上竟有别种才情 非朕所能领略 再回头想来 早先朕不过是 以己之心看他人之眼 而若以他人之心看他人之眼 则其含义大不一样 昨日朕重送龙中鸟 朕默然发现 此中并无过多哀怨之词 其志高昂 大有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之近身 那鸟儿于金龙之中 并不只求苟且改观 而是真将那金龙玉叶 视如粪土 仰天长望 只想一飞直上九重天 听父皇这样讲来 女儿确实觉得 这阙词的确写得不错 公主之旨 朕所不及 这样想来 朕便知道 无论如何 朕也留昭君不住了 父皇 女儿就是再好 也是要嫁的呀 只谈朕自身命运不济 思虑之中 幡然起身谈得此取 朕想将她命名为 昭君怨 你觉得如何 父皇 女儿并无过多怨恨呢 那朕总不能将其命名为 皇帝怨吧 也是 那就叫昭君怨吧 反正也没有人知道 昭君是谁 其实 父皇你何必这么忧怨呢 女儿和父老乡亲们 说起父皇来 都觉得 父皇简直是生活在 天堂之中 朕之怨 朕自知啊 想来朕又何尝不是那金龙中之鸟 欲高飞 可得乎 可听见呼喊琵琶 去为梁花作草 可听见呼喊琵琶 去为梁花作彩云坠 深爱天仙佩 今世寒假雨 随随 随随而遗 遗憾 可算监炊 一缕 绕战 曾向此唱里游水 此情可问天 千年终不悔 我愿撮掉你耳红 伤痕与同悔 此情可问天 千年终不悔 将帝无时远远流 绝带爱相随 此情可问天 千年终不悔 我愿撮掉你耳红 伤痕与同悔 此情可问天 千年终不悔 将帝无时远远流 绝带爱相随 将帝无时远远流 绝带爱相随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